我是今集的小主持陳芳麗 大家好,我是今集的小主持陳啟軒 今日我和陳芳麗會為大家訪問一位 參加過北京奧運的香港運動員 是的,她是香港女子50米自由泳的記錄保持者 在今年的北京奧運會上 她在女子50米自由泳的預賽莊中 獲得第五名游出26秒54的成績 此外她還被一些網站上選為 是北京奧運會四大美人之一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她是誰呢? 我給大家提示,其實她和我都差不多 不過我就玩獨木舟 大家都是玩水上活動,所以有點淵遠 這樣也可以 可以 大家好,我是陳芳麗,Elaine 現在在香港大學讀金融及經濟學系第二年 我曾經代表過香港參加兩屆奧運會 分別是雅典奧運和北京奧運會 我從11歲開始學游水 到現在都差不多游了九年了 為什麼你會去學游水 之後游得這麼快還做某運動員呢? 其實我小時候是經常坐不定的那些 那我媽媽就覺得游水是求生技巧 所以就覺得我一定要去學 那就帶了去學游水 又認識到一個很好的教練 她教的方法又很好 令到我更加喜歡游水 那你做了運動員 又參加過兩屆的奧運會 那你覺得自己的生活 跟其他的年輕人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的生活可能比較有規律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訓練 就會是一個星期十次每次兩個小時 那早上要五點鐘起床 那我相信一般的年輕人 不會去那麼早起床 那所以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我心會跟其他年輕人 其實都沒有分別 就是除了練水就上學 那平時去玩的時候就去玩 我都會去下街看電影吃飯 其實我想問一下你 除了平時練習之外 然後還要通過讀書 你怎麼可以兩方面都做到這麼好的呢? 其實我最重要的是時間管理 如果你管理時間管理得好 即是怎樣分配時間的話 其實你是會有充分時間去做你想做的事的 我知道你05年就拿了獎學金了 去到美國那邊讀書和受訓 那你覺得在那邊讀書和受訓 相比香港有什麼不同呢? 我覺得去美國訓練不同的地方 就是美國的大學就幫到我 在時間分配方面做得更加好 美國那邊因為游泳和讀書的時間 是會大家互相遷就的 所以我自己就在那邊 就會說有少了時間去 去旅行兩個地方 我覺得這件事做得特別好 還有那邊的訓練就比較高科技的訓練 因為美國那邊的訓練始終都會同時的香港 中國大陸的訓練會不一樣 令到我在04年之後 其實成績有一度的下滑 令到那時候就可能接觸到一些新的技術 令到自己有得更加好 在美國那邊讀書這麼好 為什麼你最後都是選擇回香港讀書呢? 其實因為2008年奧運會 2007年的時候就覺得自己 是不是應該都試試參加第二次奧運呢? 所以就覺得不如轉回來香港大學讀書 一例可以接觸多些香港的環境 因為我自己本身動經濟及金融學系 其實本來都是想回香港工作的 令到自己更加熟悉香港的環境 還有因為真的很想參加2008年的奧運會 回來香港就會有多些機會給我去達標 所以就轉回香港